日时败和月时败 日月是安拉的两大迹象 日时和月时也是安拉的两大迹象 借以警告仆人 让他们放弃罪恶 向安拉忏悔 安拉的使者愿主扶安芝说 日时和月时的发生 与某个人的生或死没有任何关联 但日月是安拉的两大迹象 安拉以此警告仲仆 故当发生日时或月时时 你们应赶快去礼拜 当发生日时或月时时 礼日时败或月时败 是一项受强调的盛行 安拉的使者愿主扶安芝说 太阳和月亮 只是安拉的两种迹象 日时和月时 不是因为某个人的死亡或是出生 当你们看到日月时的时候 应当立即去祈祷安拉 念安拉至大词 去礼拜 去施舍 礼拜的时间 是从日时或月时开始 一直到日时或月时结束 一旦开始了日月时败 就当全没礼拜 即使日月时已经结束 如果日月时败已经礼完 但日月时尚未结束 不需要重新礼 而是继续向安拉做祈祷 求饶 日时败和月时败的模式是 首先召唤大家来礼拜 派人高呼 快来集体礼拜 当大家聚齐后 伊妈姆带着大家 离很长的两拜 并高念古兰经文 在第一拜中 先念开端章 再念一个长篇幅的 古兰经章节 念完后 长时间的鞠躬 然后起身念 赞主者 安拉定会听到 我的阳主啊 所有赞颂只归你 然后再念开端章 以及 比前一个古兰经章节 稍短一点的章节 然后再鞠躬 要求鞠躬时间 比前一个鞠躬 稍短一些 然后起身念 赞主者 赞主者 安拉定会听到 我的阳主啊 所有赞颂只归你 然后扣两次头 扣头时间要长 在两个扣头之间 不需要做得太久 第二个扣头之后 念安拉至大 此起身 开始礼第二拜 第二拜的做法 跟第一拜完全一样 但在长短程度方面 可以比第一拜短一些 然后坐下来 念庆贺词 抬善忽得 再出死量 日失败或月失败结束 住 以妈姆 阿布 哈尼法主张 一拜中不必重复鞠躬 每一拜只需一次鞠躬即可 他还主张 月失败不集体礼 而是每个人单独礼 根据哈乃非学派 日失败后 也不必进行演讲 圣妻阿依莎 为我们传述了日月时的礼法 她说 安拉的使者 愿主服安之 在世时 有一天发生了日时 使者随即带领众弟子礼拜 他在礼拜中站了很长时间 直到人们站不住了 他才鞠躬 鞠躬用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抬起头 又站了很长时间 但不及第一次站的时间长 然后又鞠躬 鞠躬用了很长时间 然后抬起了头 又站了很长时间 然后站起来 然后站起来礼了第二拜 与第一拜完全一样 礼完拜时 太阳也出来了 然后 他给众人演讲 赞颂了安拉之后 他说 太阳和月亮 只是安拉的两种迹象 日时和月时 不是因为某个人的死亡 或是出生 当你们看到日月时的时候 应当立即去祈祷安拉 念安拉至大词 去礼拜 去施舍 圣行的做法 是集体礼日时拜 若单独礼了 也是可行的 在清真寺 礼日月时拜 也是圣行 允许妇女参加日时拜 日月时拜的圣行还有 礼拜中 礼战 鞠躬 叩头的时间要长 但如果日时或月时消失了 则可简短礼完之 在第二拜中的礼战 鞠躬和叩头的时间 应比第一拜的短一些 在拜后 进行演讲 劝诫 也是可嘉的盛行 在演讲中 多叙述安拉的大能 以及安拉呈现日月时的哲理 鼓励大众积极行善 放弃罪恶 多向安拉祈祷 贤出仆人的卑贱及弱效 多向安拉求饶 多施舍 多干任何形式的善功 期望安拉收回降于人类的灾难 这些都是离日月时拜时的盛行 一点提示 现代科学 能够精确推算日月时发生的时间及时长等 这并不说明日时和月时 不是安拉用以告诫人类的两种迹象 作为穆斯林 不但应该确信日月时是安拉的两大迹象 以此警告仆人 还应该即刻去崇拜安拉 向安拉求饶 而不应该忙于观赏日时或月时 只是听说日时或月时了 而未亲眼看到这种现象时 不离日时拜或月时拜 日时和月时结束后 才知道日月时的发生的 不需要不离日时拜或月时拜 任何时间都可以离日时拜 即使是在教法禁止礼拜的时间段内 在日时拜中 若赶上了拜中第一个鞠躬 才算赶上了一拜 谁失去了第一个鞠躬 而赶上了第二个鞠躬 那他失去了这一拜 在伊妈姆出色列姆之后 按伊妈姆的礼拜方式 还补失去的第一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